柯文哲行動派出所走路歷史 講話說評估成效不符預期 八年來機動派出所受理報案數僅十件 而且後面六年都是零件 其實當時要推的時候 包含警政署甚至很多警察 會跟你想說這不行啦 你就在外面一直生一直生 人家要去報案 站那邊站那邊等警察 怎麼會對 可是因為柯文哲就大頭症 他只要話已經講出去 他就硬要做 逼著臺北市警察局做 甚至在那邊當地罵警察局局長說 你都在聽別人的話 就不聽我的話 我告訴你是不是外行你老內行 國民黨的議員 過去在柯文哲第一屆的時候 怎麼修理柯文哲了 修理跟金氏氏 可是現在國民黨全部禁聲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到現在 沒有說要強攻柯文哲 你如果沒有強攻柯文哲 你們老二永遠拿不到 是嗎 可能還是維持一個藍白河的基調 訂閱 按讚 分享喔